体验 Hello 大家好 我是Lelia 我是NULAB的Lelia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是怎么样子的成长 然后GoFor哪些服务 很好 又碰到了 被自己从上面 可以回去找 對,這個就是本人 我目前是負責台灣地區方面的社群發展 最主要是做 PR 、 marketing 還有一些 community 的活動 那是我的 Facebook 如果要加我的話 大家可以現在先照照一下 謝謝 那 NewLab 這間公司呢 我們的宗旨很簡單 就是 work hard and play harder 那 NewLab 本身呢 是一個日本的軟體開發公司 我們最主要呢 是推廣所謂的協作的平台 那為什麼會有所謂的協作的平台呢 是因為我們的 co-founders 他們認為協作才是成功的要件 那我們之前呢也是源起於 open source 所以我們一直很樂意跟大家分享我們的 API 或者是一些技術上面的 一些相關的資訊 OK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三位 co-founders 那 co-founders 在 2000 年初的時候呢 認識了對方 那由這些照片可以看出來 不是很震驚的 co-founders 所以呢我們公司基本上是一個比較 跟大家想像中比較不一樣的日本團隊 那我們目前呢是在 2004 年的時候 與福岡成立的 然後我們在東京跟京都都有office 然後在 2011 年在新加坡 然後接著在印尼台灣成立了分公司 那我們在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已經發現到我們在北美的成長十分的快速 所以我們在紐約也開了分公司 我們目前有三項產品 我想大家比較知道應該是卡庫吧 在這邊有沒有大家聽過卡庫這個 或是使用過卡庫的 可以舉個手讓我看一下嗎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再下來呢 就是所謂的專案管理工具 那我們在日本跟全世界 大概有3000多家公司 目前在使用我們的產品 日本的比較有名的 像是softbanks, cyberagent 還有沒有嘴巴的貓咪 which I cannot mention the name 也是使用我們家的產品 那 Time Talk 的話 是我們在去年推出的一個企業幾十通 在上面大家可以share 一些 files 那這三個 這三項產品呢 最主要還是以溝通跟協作為主 那因為我們是日本公司 我們一直很希望大家能夠用很輕鬆的 方式然後很有效率的方式 完成我們的工作 哎呀 我快被這個東西搞瘋掉 你幫我按好不好 謝謝你 我看一下下一張吧 好吧 anyway 那 那 那我真不好意思 那基本上面呢 我們的公司在2004年成立到現在 我們的第一個產品其實是專案管理工具 貝格勒 那貝格勒呢 其實是到2005年正式發行的 那其實呢 在這段時間當中呢 從2005年到2009年卡庫正式發行中間是有四年的時間的 那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我們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公司可能只有十個人不到 是怎麼樣子把我們的工具 把我們這個服務帶到全世界的呢 那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很相信社群的力量 那我們一開始呢 出現了卡庫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這個服務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媒體寫到了我們家的產品 因為有推特的力量 所以開始突然一夕之間 我們那個晚上突然一夕之間 暴增很多很多的用戶申請 然後我們的同時間發現我們的自己的 那時候都是放在自己的一些 device 上面嘛 發現我們的 server 沒辦法 沒有辦法接到這麼多的人去那個申請使用 所以我們有點嚇到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服務 放到 AWS 上面了 那再來呢 因為所謂的社群的力量呢 我們有很多的用戶開始 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用戶跟我們說 我們很喜歡你們的產品 那我是你們的忠實用戶 我可不可以幫你翻譯成我們國家的語言 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目前的 光卡庫的話是我們有支援23個語系 那我們另外有了這些所謂很多的用戶 跟我們反映說他們喜歡我們的產品 於是我們規劃了一個Cockup Cockup 是一個活動 就是一個 user event 一個用戶的見面會 那我們呢基本上是會到 每一個不同的國家 我們比較多的用戶的地方 去開所謂的見面會 那我們可以很直接的聽到用戶跟我們講說 哪裡需要改進 哪裡我們可以做一些增加的一些功能 因為這個社群的力量呢 讓我們可以在地化我們的服務 當你們有在地化你的服務之後的當地的用戶們 就會很想要知道說 我也來試試看好不好 那或者是說我們自己有一個 所謂做的一個Cockup Store Cockup Store的話是讓全世界的用戶 可以把他們自己的作品 放在Cockup Store上面做販賣的動作 或是跟大家就是免費分享 那因為這個樣子呢 很多人會比較樂於參與 或者是想要藉著我們這個平台 讓他們的作品讓全世界人都看到 那另外在2.12年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比較大的決定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跟Google整合 等於是說只要你到Google Market上面 就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服務 那Cockup呢是整合了Google Drive 然後他呢有Google Hangout 在跟人家直接Google Hangout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把一些草圖畫下來 那Cockup最主要的是繪圖工具 是畫些草圖的 像是Wireframe 然後流程圖、新制圖 或者是像這位先生是做App 對不對 App裡面呢可能會有修化一些UX、UI 這都可以在Cockup上面完成 那這個目前是免費的 全球的用戶約有 目前有150萬的用戶 然後大概有100多個國家的用戶在使用 那這個是我們去年在台灣做的活動 因為有社群的力量 再加上我們緣起是Open Source 我們希望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有什麼 因為我們算是新創公司 雖然成立有點久 但是我們的行事風格 比較像是新創公司 那我們會做很多回饋的事情 像是這個是去年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會做很多明星和樂 是我們的co-founder 跟福岡市政府 和辦的一個startup pitch 然後我們自己呢 又辦過福岡跟台北的 所謂福岡跟台北直線的startup weekend 這是在去年辦的 那像是這個我之前說的 我們有全球系的KakuA 這個是我們自己辦的活動 那像是其他呢 呃 是 開發社團的活動 也常常猜 這個是敏捷式開發社團 在台灣 我們從日本來台灣跟大家分享的 那 這裡有很多學生嗎 有學生嗎 沒有學生是不是 OK 好吧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的卡庫跟被格認呢 都是有support學生的 只要你是學生 他就可以免費使用 那是這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對台灣 能夠做到一些回饋 因為台灣目前是我們 而成長最快速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我們在這些當中 也發生過了蠻多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2004年的時候 日本並沒有一家公司是 真正可以作為參考的新創公司 所以我們這一路走下來 是比較辛苦一點的 那 而且他們相對的我們的競 競爭對手也相當的多 那 後來我們自己的想法是說 既然競爭對手那麼多 我們其實公司的初衷是在於 你只要大家一起協作 是為了讓大家的生活過得更好 而你不應該把其他的你的競爭對手 當作競爭對手 而是大家一起手牽著手 把這個世界 把大家工作的環境變得更好的 好夥伴 那大家還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所說的 我可以回到上一頁嗎 謝謝你 改變用戶的工作行為 因為我們的卡庫跟被格勒 都是放在網路上面才能使用的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 或者是有些人他想改變他的工作習慣 他可能就是我就是喜歡在紙本上面畫啊 或者是說我不想要有專案管理工具 我只想要透過email來溝通 這個是比較難改的 那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像我剛剛之前說的 我們靠一些活動 辦一些活動 可能告訴大家說 如果今天使用專案管理工具 可能對你的企業有什麼幫助 當然會邀請一些朋友過來參加 那這些朋友的話 他們當然就是你的存在客戶了 因為他們有這個想法想要做一些改變 因為你很難去改變一個人的想法 那我們會利用一些workshop 或者是一些跟人家合作的時候呢 帶到一些告訴大家一些改變一些觀念上面的想法 那為什麼我們會在台灣這個地方拓展市場呢 其實在這個圖表上面看得到 其實在台灣呢 我們的用戶量是蠻高的 那為什麼在台灣的原因呢 最主要是因為你從亞洲來看呢 我們其實一開始是有在新加坡跟印尼 還有越南都有設點的 我們發現呢 在這些國家當中 其實台灣是最容易打的市場 因為付費用戶比較多 他們比較願意去付費 然後他們對日本的服務接受程度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放蠻多的重心是在台灣市場 再加上 像我之前有提到的是 我們希望 能夠把我們一些技術 告訴大家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台灣這方面呢 是還蠻open的 大家的接受度相當高 而且台灣人覺得說 我今天能夠從另外一個國家得到一些新資訊 很好啊 我想有些國家可能接受度沒有那麼高 或者是蠻多人會認為說 今天好的東西要留給自己 不應該告訴別人 那我這邊呢 因為他有跟我講說 我是在日本公司上班嘛 像跟大家share一下說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有說我們公司是敏捷式開發的公司 那我之前從來沒有在這類型的公司待過 就是一板一眼的公司 如果今天我要做什麼東西呢 我可能要花一個月來準備 然後來執行 那我們這家公司十分的敏捷 我曾經有老闆今天來台灣 就說 欸那我們明天來辦一個JS event吧 然後我就 嗯什麼東西 明天 這樣子的話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公司的理念就是你不是 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試了才知道 你錯了 沒有關係啊 至少你知道你試了 你發現這個錯了 你就改變你做事的方式 那下一次再改進就好了 那因為這個樣子呢 在這間公司開始上班之後呢 其實對我的人生啊 有蠻大的改變的 所以我本來是不會寫任何的coding 或是任何的什麼technical上面的東西 我現在開始會樂於索尋 把自己的心打開來 去學各種不一樣的什麼 Python啦 PHP啦 這些類型的 Rails啦 Ruby 我最近都在接觸 所以這方面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是一件 還蠻讓我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呢 一開始覺得日本公司 很多大家會有種觀念是 應該是很不苟言笑 然後什麼事情呢 都要很detail 其實真的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跟人家不停的溝通 不停的溝通 那很好一點就是 我們自己本身是有 貝格勒專案管理工具的 那它裡面呢 是有track 之前一些 他們的對話紀錄 跟他們怎麼樣處理事情的 所以我進了公司之後呢 我會把它裡面 之前要怎麼處理事情的對話 先看一下 了解他們大概處理的方式 他們的paint是怎麼樣子走的 然後這對我來講是一件 還不錯的事情 了解整個公司 他們的system是怎麼樣子的 流程是怎麼樣子的走 然後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誰是有最主導權的 那當然很重要一點就是 真的我一台不要像我一樣 一開始會有些先入為主的觀念 真的就是打開自己的心胸法 而且很棒的一點就是 我們的工作團隊 是真的還蠻有趣的 不是典型的日本團隊 可以到家裡嗎 那我們目前公司呢 是有33個人 然後每一位朋友呢 負責不同的地區 但是最主要還是以developer為主項 所以我們的developer佔有八成左右 我們現在有在hire人 在美國公司有在hire 所以如果任何人有興趣的話 可以follow我們 那一開始呢 我們剛剛有聽到說 公司跟公司之間還有一些文化上面 必須要做一些調整跟磨合 所以我們不定期呢 公司會幫我們國外的員工叫回去開會 一年最少一次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盡情的飲酒做 大家就努力的上班 然後下班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娛樂活動 那我們公司很妙的一點就是 我們公司有自己的rock band 然後我們自己不定期會辦那種 google handout party 可能這是在福岡他在喝什麼酒 然後我在台灣自己很可憐的喝自己的酒 那因為在台灣目前就只有我一個員工 所以比較單一點 那像我們去年的時候 在那個京都開了一個分公司 那本公司也有個DIY club 很愛DIY 所以呢 就把那個很老的辦公司自己拆掉重建 然後花了兩個月還上了那個電視 重建把它整個打掉重建 對 那我家的CEO還有去刷油漆 那我家CEO剛好被卡掉 他是DJ 所以我們公司有DJ 有主唱 然後有一個rock band 所以大家都基本上還是玩得滿開心的 那這也是有一個滿重要的一點就是 其實你在創立一個新創團隊的時候 找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的公司流落率不高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公司還滿人性化的 然後在某些 像是如果要請假啦 或者是一些調度上面比較有彈性 這個是對我們來說是 員工上面來講是比較 當然是比較好的一件事情喔 那大家留下來的意願也比較高 而且公司很願意投資在我們自己的員工上面 所以我們不提醒自己會有internal的workshop 就是可能這個人他的scholar比較強 然後會找這個人教大家其他的developer scholar 那這個是我們公司的website 可以上去看 那我們上面有很多公司的最新活動 像是最近哪裡會有我們的user event 或者是說我們有寫一些技術上面的文章 會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的發問 因為我們公司很open的 我們有一個使用者的生意 如果你想要我們公司的產品加任何的功能 你都可以跟我們講 那我會有投票的機制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投票的機制很高的話呢 那我們可能在下個release當中就會加到這個功能啦 那今天很高興的夠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問一下我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OK 好了 那今天很高興的夠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待會兒可以再問我 好 那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